这个赛季我不是很推荐大家玩暗星吗 我本人也是身体力行啊 暗星目前已经全国13名了 我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且我巅峰赛还没怎么打 才全国4000多名 这两天随便再打到巅峰赛 理性的国标应该就有了 到时候如果没拿到下落头的标 拿个理性的国标也不错呀 这多是一件美事啊 1500这个分段不高不低 拿来做教学正好 分段太高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了 反而大家学不到什么东西 对线狂铁 本来是想在狂铁一级清线的时候 开弱化A他一波 然后白嫖点经验 中奎也在那就算了 本来狂铁打人性是有限权的 那为什么中奎还要来帮他抢线呢 目的就是增加狂铁的新线速度 然后带着二级的狂铁进一波野区 思路非常清晰 但是对面沟通上应该是有问题的 米莱迪到然后是去了一波下落 没来反野 这导致中奎直接是白给了一波 直接来到一分半 熟悉的对抗路第一个节奏点 要已经在反对蓝了 蓝肯定是蓝开这波要抓上的 同时我能比狂铁先到死 这波只要能骗蓝上钩就能打 到死了 直接跟狂铁打 勾引蓝 药也上了 蓝应该知道药在 一开始可能没想上的 但是狂铁这波击飞两个 蓝还是没有忍住 上来大了两个 但是他的伤害不足以带着我俩 狂铁没事只能看着 于是蓝就嘎了 狂铁再到死已经晚了 也被后续抬走 这就是对抗路 没有800个新眼子 也是混不下去的 一剑清完就直奔队面也去偷野 狂铁知道我会偷野 但他又打不够我 于是想提前刷掉 递时不错 但是没有用 你刷野的速度能跟暗星比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野怪被我偷掉 本来上个赛季 暗星偷野速度就已经很快了 这个赛季野怪血量还下调了 刷野时间变快了 不仅如此 野怪金币还变多了 那你说这赛季 暗星刷钱的速度 它能不快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赛季我大力推荐大家玩暗星 最后三分钟被米莱迪抓了一波 被打残后 狂铁二伞跟上补了点伤害 本来我还不用死的 开启弱化 挂耳平安拿狂铁当回血蹦回血 结果他奶奶的又来一个蓝 这属于是要针对我呀 被抓死后 我的一塔也被拔了 但即便如此 也不影响我全场经济第一的地位 只能说是稍错锋芒吧 米莱迪这波又绕后了 还带着狂铁 还是算了 先跑吧 虽然我经济不低 但这个时间段还打不了两个 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不能再死了 我得快速发育 发育了不到一分钟 米莱迪又来搞我了 但现在我已经不那么怕他俩了 开启弱化 大招一开 直接反打 现在他们二打一已经打不过了 要是狂铁没二技能拉开 我当成给他宰了 清完线后 本来想照例去重新对面三只猪飞的 路上发现一个落单的米莱迪 挂上了减速 减速后再来个大招 几刀几刀直接拿下 敌人节也落单了 应该也能杀 挂上了减速 配合多猫药 直接拿下 黄铁直播要是没闪的话 还得交代在这 这其实也没什么操作可言 就是经济的力量 王子文耀本来就是一个 谁有钱 谁装备好 谁牛逼的游戏 团阵的时候 能砍谁就砍谁 摸不到后排的话 就不要强行进场了 很容易被封证 蓝进场了 先挂二砍蓝 砍不到了别追 咱们在一旁砍中回就行 本来就想着打点伤害的 不小心把中回砍死了 简直血转 稍然赶紧溜 奶奶的走不掉了 这波其实有点亏 虽然说是一换一 但我宁愿不要 这一个人头的175 这波我要是能活着的话 我能多刷出好几个175来 暗星前期一定要稀命 死一测就得少刷不少天 当你把自己的经济刷起来后 那么这剧游戏就很简单了 别人才三个装备的时候 我已经四个五个装备了 那还不是随便乱杀 我操 又获得了一波喘息的机会 于是就被他们多到大后期了 到了这个时间点 暗星就不再强势了 因为大家装备差不多都做起了 这个时候经济优势就没啥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 暗星打团本身是比较弱的 前中期因为有经济优势 所以不能能体现出来 到后期就很明显了 暗星打团能发挥的作用 几乎只有0.5个人 也就是说 后期看似里面是5v5 但是由于暗星作用小 只能算是4.5v5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没错 就是代线 触接那种5v5的大船 虽然打团0.5 但是暗星带线 绝对能发挥出1.5个人的作用 不仅跑得快 单挑还猛 特别是到了20分钟 风暴龙王刷新的时候 我根本不管龙王 我就在离龙王远的那条线上一直弹 对面要是想拿龙王 那就得面临着被我偷加一波的风险 要是来管我 那至少得来两三个人 才能保证能打得过我 解决掉我这个威胁 但是就得丢龙王 所以这个时间点 咱们啥也不干 就死蛋 而且后期兵线的移速是非常快的 基本一直都得留一个人处理 你们看对面的蓝 他很想去盖龙 但是又怕加美了 只能回来清线 对面打野都不在 我方顺利拿下风暴龙 有了low one buff 对面基本全造激进 当然如果有的局 对面来的不是打野 来的是一个火舞 或者阿里正安心不好打的一球 四里兵线能打 那就只能让队友4v4了 看他们发挥 咱们也没办法了 不过4v4总比4.5v5的一面要高 而且这版本节奏很快 基本很少到后期的 这也是这个版本安心 更强的另外一个原因 但是风暴龙 压到对面水晶 直接一波拿下